大家早安 欢迎来到聚朋讲义 学艺经 创意过生活 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封地关卦 封地关卦的即时是从下午的三点到六点 一直到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 立方 东南方 贵人 长女 幸运色 青色 吉祥物 司机 那五官 五代表坐下的意思 那卦姓 为路 坐视深入的意思 所以整个封地关卦的行动准则是 只要内在顺姓而为 外在风行无阻 就自然会有好事情发生 封地关卦的正向关键词是观察想象 封地关 封在上 地在下 封行地上就像来到苗栗的好望角 看到海边 农地上的风车 有风力就能发电 带给我们更方便的生活 所以封地关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走出舒适圈 你就能看到不一样 跨出第一步 你就能创造不一样 一经的窜词讲 大观在上 中正以观天下 就是要我们从更高的角度 从更大的广度 来观察想象 看得多了 想得多了 做得多了 人生自然会走出不一样的路 不一样的路来 是要回到幸福的原点 跨出第一步 是要知道回到幸福的路 人生的八大领域 从健康 财富 学习 事业 心灵 人际 家庭 休闲 每个领域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幸福的做法 但最后都要回归到家庭的幸福 让家庭幸福了 个人也就幸福了 所以封地关卦的创意练习行动中 下卦坤为地 代表母亲 也代表家庭的领域 那上卦迅为封 五官代表鼓 有坐下来的意思 因此创意行动的规划方向就是家庭的鼓 所以封地关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 跟家人走出户外 坐下来好好观察 生活周遭不一样的地方 看到今天的封地关卦的自然现象图是 苗栗厚龙好望角的风车 让我想起之前 一路向上走 徒步重走台湾 用18天从台湾的最南端 和尔软比灯塔 一路走到台湾的最北端 富贵角灯塔 当时只是一个起心动念 没有想太多 但是跨出低步 一步接一步 就这么走完了 走出舒适圈 真的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不一样 尤其是一种一路向善的力量 这些善的力量让自己更充满了未来要创造不一样的动力 但是这些不一样不是最重要的 而感受最深的是我家的牵手的支持 跟着我前后两段有始有终的陪走 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恩 感恩牵手跟我一起创造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 好了 今天聚朋讲义 学艺经 创意过生活 就到这边 感恩